欢迎收看7月12日的开市起跑线 港股昨天表现强势 恒升指数高开157点 午后升幅进一步过大 最高见到17,864 收报17,832 上升360点 升幅2.1% 成交1,003一元 国际指数收报6,372 上升121点 升幅1.9% 彭升科技指数收报3,696 上升96点 升幅2.7% 护升股市也强势反弹 三大股指升幅都超1% 上镇中子收报2970 上升31点 升幅1.1% 深圳城子收报8870 上升173点 升幅接近2% 升幅1.1% 护升两市和共存交7,869一元 较上日增加1,094一元 中国证监会7月10日宣布将暂停转融券业务自7月11日起实施 同时批准证券交易所将融券保险金比例提高以一致卖空行为市场视为利好 四季A股大幅上反弹 港股盘面上 苹果概念股继续表现强势 秋泰科技1478发引喜 放量大升超24% 此外科技股、金融股、中字头股等普遍上扬 阿里巴巴股价上升3.2% 网传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游历英国伦敦多日后 于7月6日翘然回到浙江、杭州 还在阿里巴巴总部大厦现身 此次与马云上次在国内现身 相差100天 马云上次现身 第二日阿里宣布启动1加6加N的主机架构调整 张勇宣布设任18罗汉中的蔡崇信、吴永明 分别接应任集团董事会主席和CEO 这次马云现身阿里会否再有大动作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三生技药 股票代号1530 三生技药主要从事开发、生产及销售生物技药产品业务 核心产品包括多种生物药物特比奥 从主人出红素RHEPO产品伊比奥及赛博尔 伊赛普丁以及小分子药物曼迪 平值两种RHEPO产品集团20多年来 一直为中国内地RHEPO市场龙头 于2023年共占42.2%的总市场份额 集团亦通过内部研发及多项外部战略合作 增加产品与扩大治疗领域 同时通过战略布局合同开发与生产运营 CDMO业务以增加收入规模 集团重点研发创新型生物产品及小分子药品 积极研发的29项在研产品中25项为创新药 这次在研产品中15项为抗体 7项为其他生物剂品及7项为小分子药物 按治疗领域集团拥有13项血液肿瘤科在研产品 11项自身免疫植病在研产品 4项肾科在研产品及1项皮肤科在研产品 建议买入价6.5元 目标7.2元 资算为6.15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 中正监出招文股市 左企暂停转融券业务的申请 A股上扬 上证指数高开高走 股后升幅进一步扩大 最多升32点或1.09% 高见2971点 全日收时报2970点 升31点或1.06% 成交3376.53亿元人民币 升成只高开103点 随后升市显著 最多升193点或2.23% 高见8890点 全日收时报8870点 升173点或1.99% 成交4493.4亿元 市场交投转趋活跃 两市成交合计增于一成至7870亿元 日经方面 美股三大指数格晚升于1% 英联储局主席报威尔言论偏歌 市场对减息 憧憬升温 亚太区股市跟随上扬 日本股市升市伶俐 在创集市及收市新高 日经平均指数 今日府开市 已突破42,000点大关 随后维持升幅 最多升594点或1.42% 高见42,426点 全日收时报42,224点 升392点或0.94% 连升三日 度质方面 美国六月份通胀广泛降温 增强联储局 9月开始减息的理据 为投资者趁好消息出货 重磅科技股承重在区 美股周四个别发展 美市收市 到只升32点或0.08% 报39,753点 到只回涂0.88% 报5584点 那只下滑1.95% 报18,283点 美元方面 美国六月通胀暗月意外下跌 美元指数较早时报104.46% 下跌近0.5% 美元对日元一度触及157.4日元的一个月低位 在纽约交易时段尾端跌近2% 报158.75日元 据报日本当局出手干预会市 欧元对美元升0.34% 至1.0867美元 石油方面 美国通胀数据温和 市场对联储局减息的揣测升温 美元汇价及美国债息受压 国际金价周四上扬 重月美昂斯2400美元上方 纽约期金收市升1.78% 美昂斯报2414.4美元 黄金方面 美国通胀数据温和 市场对联储局减息的揣测升温 美元汇价及美国债息受压 国际金价周四上扬 重月美昂斯2400美元上方 纽约期金收市升1.78% 美昂斯报2414.4美元 谢谢收看今日的开示起跑线 再见